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 告诉我们应该互相尊敬 互相爱护 这都是我们至亲至爱的亲人 下一句无相正极 不可以互相憎恨互相嫉妒 如果你互相憎恨互相嫉妒 那是造作极重的罪业 下一句有无相通 有无在这里包括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 兄弟姐妹之间要时常关怀 互相提携互相帮助 无论是精神上物质上 都要做到有无相通 用我们现代话说 就是要互相经常联系 经常沟通 是说的这个意思 就是说我们当前社会 在这方面确实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无论是父子 无论是兄弟 无论是夫妇 在这方面真的 不说闭塞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佛在三天年前 就把我们今天的情况 说得一清二楚 我们接着往下看 无得贪心 说决定不可以有贪心 不可以有迁兮 一个家庭就是自己的一生 不要以为父母兄弟都与我不相干 如果你这样认识就错了 就是甚至与兄弟之间都老死不相往来 那是错误的 能把一家人看成自己的一身 跟关心自己一样 这是尽孝道 我们不提上孝道吗 那怎么样尽孝道呢 你关心这个家庭 关心父母 关心兄弟姐妹 你就是在尽孝道 因为你孝道尽好了 兄弟姐妹非常和睦 父母不操心 父母不忧虑 因为父母最愿意看到的 就是儿孙相处和睦 互相敬爱 互相帮助 这样父母就心安了 就心生欢喜了 这个孝道不只是说 你对父母的物质生活 供养多么多多么好 更要养父母之心 养父母之志 如果兄弟姐妹不和 父母忧心 子孙不闲 父母忧心 子孙不好好念书 父母忧心 子孙不好好工作 父母忧心 子孙家庭不和 今天吵架 明天离婚 父母忧心 若人名孝 家族样样圆满时 你说老人 多开心 让老人开心 这才是真正的孝敬 如果没有良好的 伦常教育 这一点 是很不容易做到的 下一句是 颜色长和 这就是告诉我们 要互相包容 要能忍耐 要和气 莫相伟 就是彼此都能忍让 就不会有伟力 那伟是违背 这利刚才解释了 就是凶狠 就是兄弟姐妹之间 一定要做到 莫相伟力 互相要和蔼和气 不能凶巴巴的 像仇人一样 祸时心争 这个告诉我们 如果有时候 彼此的意见 有不同的时候 应该怎么办呢 应该调和 比如说 如果家族不和 一家人就会变成冤家 所谓的 有那么一句话吗 不是冤家不惧头 一个家庭和睦 都是至亲至爱的亲人 一个家族不和睦 那就是冤家聚头了 就是冤家聚会了 都聚在一起了 我们应该把冤家 变成亲家 靠什么 全靠这个伦理教育 这是 事出世间圣人 对我们的期望 一家人如果不懂得这个道理 那就是冤家聚会 你说那多么惨 是冤家聚会 是冤家聚会